在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 突然觉得右肩膀痠痛 几天后更严重 举起手来都很吃力 就到中医院就诊 推拿 针灸 火罐及掉针 虽能止痛 但腰痠背痛 慢性咽喉炎 胃炎 肾结石 腹健囊肿及腹科炎等症状 陆续出现 折腾了十几年 2014年5月 感觉喉咙痛 买了消炎药吃 不到一周声音开始嘶哑 便去医院做喉静检查 发现身带有席漏 医生说席漏会长大造成窒息 有生命危险 需做切除 6月1号做了咽喉支架手术 当时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 一周后喉咙又开始痛 说话撕哑 医生说不可能复发 切除后三个月内没有复发的案例 叫我先做检查 检查结果还是复发了 马上在门诊小手术室 马上在门诊小手术室做了席漏 切除手术 三天后 咽喉及耳根部有明显疼痛感 痛时难以入眠 从此鼻塞耳塞等头部症状陆续出现 2015年8月 全身都有点痛 左肩胛 咽喉 耳根部 鼻子 头部的症痛感一天比一天严重 左耳 鼻子堵塞 弯腰要起来很吃力 右腿关节疼痛站不起来 右肩 手关节疼痛 举起右手很吃力 道有名的中医院检查结果是 肋风湿性关节炎 院长说只能缓解症状 不能根治 肋风湿就是一个不死的癌症 2018年5月 左耳根及鼻子疼痛加剧 报告出来是鼻中隔偏躯和息漏 必须做手术 手术后疼痛没有明显改善 每天逐步加重 痛时整夜无法入眠 2019年10月通过亲戚介绍 结缘了原始点 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尝试 调理前症状 头 颈 喉 肩 背 手肘 手腕 双腿疼痛 食指僵硬 白天头昏 晚上失眠 乳腺增生 胃炎 全身一无是处 调理过程 每天按推一次 温敷及看张医师讲座视频 红豆带温敷头部 大腿和手 睡电热毯 拉筋 爬楼梯 干姜20克煮汤 吃温热性饮食 改善情况 调理第一天 耳鼻疼痛减缓八成 左肩疼痛减缓五成 手腕 手指疼痛减缓四成 大腿疼痛减缓七成 调理第四天 耳鼻疼痛 头闷痛 咽喉痛 右臀和腿酸痛 腰疼均改善六七成 晚上好眠 白天精神好 调理第十天 因吃了橘子汗糖 当天就喉咙痛 头疼 右手腕痛 双腿脏痛 嘴巴起泡 睡眠不好 应该是含量饮食 导致症状复发 调理第二十天 开始每天分两次 一步四街较快底爬九十层楼梯 轻松不累 乳腺增生完全好了 调理第三十天 所有疼痛症状几乎消失 原始点调理细节 一按推 每周五天 每天按推一次 二温敷 白天红豆带温敷二到八小时 从头部直到大腿 手肘 晚上睡店热毯 三 姜汤 一开始干姜片二十克 逐渐加到五十克 水量一千两百毫升 熬煮二到三小时 乘四百毫升姜汤 四 餐食 炒菜时加辣椒 五 胡椒 胡椒等热性调料 肉类 甜食 水果及寒凉食物 基本全部进食 五 运动 辅河 腹握秤 拉筋 快走或小跑步 爬楼梯 壮备 后用红豆袋温敷 五 傍晚爬楼梯 快走或小跑步一小时以上 六 睡眠 十点入睡 早上六点起床 七 心情 每天看最新版原始点讲座视频 情绪显得更平稳 心得与感悟 条理过程中身体症状反复出现 心情烦躁 然而老师总是以慈善的语气 叫我们找出原因 检讨哪些细节没做好 了解原始点理念 勤做运动 增强热能和体力 保持良好心态 将原始点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健康便会随之而来 感谢张钊和医师的大爱 将原始点医学无私地分享给全人类 使有病痛的患者宠获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